我是2018级MBAP班的班长 我叫王宇晨 来自于辽宁安山 第一次接触北大汇丰MBA 实际上是一个师姐的介绍 当时她希望我报考这所学校 就带我到校园里面进行了一个参观 那么我从校园的整个的 这个先进的教学楼啊 图书馆啊 还有整个校园的氛围啊 我都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先进 非常国际化的这么一个学院 那么从进到这个教学楼的时候呢 我印象非常深刻 遇到了一群留学生 那么他们的交流让我觉得 这个国际化的这种学院呢 是我想报考的这么一个学校 最难忘的一件事呢 就是我们组织整个的新年晚会的时候 那么因为我之前演过小品啊 唱过歌呀 或者当过啦啦队 当过观众 那么这一次呢 是以不同的身份 以幕后组织者的身份 来参加这次晚会 那么这次晚会 从最开始的筹办 到跟老师的沟通 到订餐 到与会晤公司的对接 采购物料 然后最后选菜品 给同学们呈现一场比较好的晚会 那么处处呢 我们都想着如何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让同学们参加这个晚会的时候更开心 那么印象更深刻 那么好在最后呢 经过我们大家的这个努力配合呢 这个晚会办得很成功 同学们反响也很好 那么这个事呢 实际上对我的锻炼也非常大 也让我很清楚地知道了 自己在这种活动的时候 该如何去组织 如何去协调 跟学弟学妹们只想说一句话 你们有幸呢 能在北大汇丰里面进行读书呢 包括我也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你可以跟很多优秀的人在一起沟通 做思想碰撞 然后对自己的知识下构 进行一个完整的积累和梳理 最后呢 你得到一些老师教授你的知识 对你自己的视野有一定的拓展 那么你回到社会上 在你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做出一定的这个成绩 来回报我们北大汇丰 对你的这种培养和教育 所以说呢 我觉得毕业不离校 是我们所有毕业生的一个宗旨 不管是任何界的师弟师妹 或者是任何界的老师 有任何需要的时候 随时叫我们 随时都会回来